黃珊珊一現身 滿場支持者高喊凍蒜 她也用雙手合十 鞠躬向大家道感謝 黃珊珊競選總部成立大會 同時也公布团队重要幹部 台北市長柯文哲 擔任榮譽主委 前清明黨副主席張昭雄擔任副主委 呂鴻源出任進辦政策總顧問 翟本喬則是競選策略長 我們台北市的首長 每半人要做是首長副名 他五次都是第一名 我的名字都還在中間 然後每次看到他成績的想說 哇怎麼會這樣 前清明黨主席宋楚瑜還是沒現身 張昭雄幫忙緩家 只是看看辦大會的地點 竟然選在台北市立大學博愛校區的中山堂裡頭 但校方明文規定 如果是從事政治或是競選活動 將不得租借或是立即終止 明文規定的學校可要拒絕這種政治競選類的活動 那這次為什麼可以破例的借給黃珊珊呢 教育局有沒有下公文呢 原來黃珊珊的辭職只是一個幌子 她的暗黑影響力還是繼續寄生在市府 還是繼續享用市府各種的支援嗎 黃珊珊現在不是副市長 但是她可以進校園裡面辦理競選總部成立大會 反之陳時中只是為了打籃球 為了推廣運動 沒有穿上任何的一個競選背心旗幟等等 連籃球都不讓她打 請問柯文哲您的標準在哪裡 我們只是借場地 我想蔣萬安委員金辦過不知道多少場了 面對藍綠質疑 黃珊珊卻反向 蔣萬安也在校園裡頭辦了很多場活動 但這樣的雙重標準 也難怪議員們會怒轟 北市府延然成為選舉暗黑組織 民視新聞 陳秀 吳刀罵 方俊懷 SNG小組 台北報導